她是现实版的西红柿首富 每谈一个女友都会送对方一辆百万号车 可就在三年前 她还是一个游手好闲的精神小伙 甚至初中都没毕业 直到警方将其逮捕后 周围的人才明白 她赚的竟然是人肉钱 2021年9月 魏州省前东南州警方 突然收到了多封举报信 查看后才发现 上面写的目标竟然还是同一个 那就是当地最近炙手可热的人物姚总 姚总也是警察的老俗人了 这两年经常听到她的名字 尤其是在简单调查后发现 这个姚总竟然连初中都没有毕业 早年间一直混迹于社会 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偷东西 抢劫 甚至还卖过白粉 因此蹲了几年橘子 然而出来之后便消失不见 警方也没再关注过她 可谁曾想 几年之后再度突现 姚总竟然成为了市里的顶级富豪 可既然不少人都举报了她 相比此人的资金来路确实有问题 随即警方开始了细致的调查 姚总的父母都是工人下岗 每个月的退休金加在一起 也只有四千多块钱 其他亲戚也都是打工人 没有一个做生意的 可以说姚总几乎没有被家人扶持的迹象 所以一切财产都是通过自己得来的 然而紧接着警方就发现 最近两年姚总的亲朋好友名下 莫名多了一些房产和豪车 价值已经近千万了 不仅如此 姚总也每天开着豪车乱转 唯一的娱乐项目就是泡妞 另外还投资了一个足球队 每个月开销几十万 而且对待女朋友也非常大方 只要陪自己睡一觉 就能够获得一辆价值百万的豪车 出门在外 只要是女朋友喜欢的东西 也会二话不说买下来 除此之外 姚总还非常喜欢喝酒 一到晚上就会来到酒吧消费 看到姚总的消费记录 警方也感到无比震惊 要知道 此前她进局子的时候 罪名还有一个入室道谢 金额也只有仅仅几百元 现在的她 却连几百万都不放在眼里 很快 警方发现在她消失的这几年 竟然是前往国外生活 而对外宣称的 却是自己接了一个大工程 但调查显示 她的身边没有一个人 是和做工程有关的 有可能的 只有贩毒 可当初姚总自己甚至都没见过毒品 只是做一个中间人 拿一些介绍费 如果按照现在的开销情况 那么她一定是妥妥的大毒销 随即警方根据这条线 重新调查了当初积毒的案子 然而事实却并不是如此 别说姚总不贩毒了 就连当初她顶上的人也还在监狱里蹲着的 况且如真的有这么大体量的贩毒团伙 早也应该露出马脚 而姚总也不敢如此挥霍 毫不掩饰 在排除贩毒的路线之后 警方再次找到一条线索 姚总虽然花钱大手大脚 但有一点十分奇怪 那就是她会把钱放在父母或者亲友的卡里 到负账时刷别人的卡 可其中有一个细节那就是负账时会备注 款项由姚总支付 这样的可疑点让警方怀疑 姚总很可能与电信诈骗有关 随即开始监控姚总的手机 然而希望再一次破灭 接连一段时间的监控 发现她除了花钱玩乐之外 再也没有任何事情 每天的联系人也只有自己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最直接一点的线索就是 如果是电信诈骗那么她不可能当一个甩手掌柜 两三年都待在这个小城市里 在排除了电信诈骗之后 警方也突然没了头绪 这么有钱的人还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她突然报复的呢 就在此时警方再次收到消息 姚总的一位好友要结婚了 而她也准备亲自参加婚宴 还封了一个大红包 警察也借此机会 乔庄打扮后进入到婚宴大厅 隔着一张桌子 观察着姚总的一举一动 果然有所发现 原来姚总有两个手机 警方监视的只是她用来掩人耳目的 另一个手机只有私底下才会拿出来 甚至在打电话时 说的话也非常隐晦 一般人根本听不懂 在警方分析过后 她很可能是在境外做了一些非法勾当 紧接着姚总旁边的人说出的一句话 让警方明白了背后的真相 姚总竟然在东南亚开赌场 但就这么一句话 还是没办法定罪 警方只能继续隐忍 暗中调查 立马通过姚总消费的账户 查到了一些嫌疑人 层层筛选之下 竟然发现姚总掌控着一个巨大的赌桩 不仅线下有据点 线上也有供客人娱乐的网站 她也不需要任何操作 只等着收钱就可以了 可难点也随之出现 赌场的头目都不在一个地方 甚至还有人在国外 只抓姚总一个人 还是消灭不了这个团伙 也不可能因为这件事联系国外的警方 正当陷入困境时 意外随之而来 姚总竟然要办一个party 邀请了所有赌场的高层 如此一来给了警方机会 当天晚上 在所有赌场高层聚集在一起后 警方直接一锅端 豪华别墅的顶层 姚总正在独自享受片刻的宁静 谁知警方破门而入 而她也在第一时间想明白了什么一般 坐在那里被戴上了手铐 来到警察局后 也没有为自己狡辩 十分坦然地承认了自己犯罪的事实 很快 一共21位赌场高层纷纷被定罪 涉案金额总共高达几十亿 据姚涛本人描述 她的赌场内没有赢家 如今科技手段发达 每个赌鬼到了赌场 只能小赢 最终都会在程序的设计下输光光 哪怕许多人深知此道理 也依然心存侥幸 幻想自己能是最后的赢家 姚某涛的事情也告诫我们 赌博基本上十赌九输 更何况是网络赌博 里面还深藏各种陷阱 更是逢赌必输 有多少赌博的人 最终落得家破人亡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